今年景气下滑而年财市场也明显受到了影响 不过在这个发消费券这两天 饭店业者可以说是笑得合不拢嘴 年财又突然热卖起来 而且不管是高价的或者是低价的 都比平常业绩暴增了五倍 就熬了一整天的老母鸡高汤当地 加进芋头 排骨酥 炸鸽蛋 干贝 干鱿鱼 满满一种佣佛跳墙放进蒸笼里三个小时 再加进一整块排斥 饭店史无前例推低价佛跳墙 一佣只卖一千三 原本一天平均卖出十几佣 不过发消费券的这两天 业绩直线往上飙 翻了五倍 两天加起来就卖了快破百中 消费券出来我连中啦 或者是包装盒啦 或者是任何的器皿 关于佛跳墙全部都不够了 全部都是要紧急去追加 就连行政院的尾牙上也有这一位 只不过院长刘兆璇特别强调 不要龙虾包翅 所以尾牙桌上的佛跳墙少了排斥 过止地价年菜行 五星饭店的高价年菜 也因为消费券翻红 像是一盘要五百多块的萝卜糕 两天光是外卖就卖了五十几份 红薰米糕也是比平常的业绩多出三倍 大概在五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卖出12套 8888的一个年菜的外带 都是用消费券 都是用消费券 他们就是等于说两本消费券 然后再添一些现金 其他五星饭店业者正好都打出 三千六消费券可以买四千五百块钱的年菜 让原本买进明显比去年低迷的年菜市场 突然活络起来 营业额直线往上窜 总体新闻 陈一帆思商仪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